传说当人死后,会有一段时间并不知道自己已经死去了 在传统的当理中也有这么个说法 今天这个小伙子中的某人就不知道自己已经死去 猜猜他是谁 四个男生去玩漂流 晚上一起露营时,明明都很胆小 却还一个接一个的讲着鬼故事 还说一般世界错别的人最容易撞鬼 这可把一旁的小牌下的嗷嗷直叫 一个劲的要跟大家换位置 一旁的小灰说 如果自己死了,就要来找睡在最中间的人 第二天,几个人开始漂流 一路上惊险刺激,玩得好不快活 可这片水域的暗焦险潭实在太多了 一个不小心,几个人就翻船了 好不容易爬上三个后 大家发现不会游泳的眼睛没有上来 小灰跳下去,救了眼睛后自己落了呢 几人一直等到天黑,小灰都没有回来 晚上睡觉时,大家都想起来 昨晚小灰说如果自己死了,就会来找睡在中间的那个人 几个人吓得都不敢睡在中间 最后摆出了一个好些的三角形睡着了 可到了半夜,脸色发白的小灰却完好无损地回到了营地 几人喜出望外,赶紧让他躺下睡觉 可三人回过神来,都怀疑回来的小灰不是人 正说着小灰从帐篷里出来 要求跟眼睛窝一起去河边小结 看着浑身往下躺舌的小灰 眼睛窝根本尿不出来 正当他尿失尽之时,瞥见了一旁的小灰尸体 顿时吓得嗷嗷直叫,一溜眼跑了回去 跟两个好朋友说了刚才的所见 几人吓得缩在帐篷里不敢出去 可一旁小灰的鬼头又把三人吓得尖叫地跑了出去 眼睛哥睡头找不到眼睛 在地上摸索之时,小灰突然出现将眼睛递给了他 眼睛哥瞬间吓得三魂少了六魄 三人跑到河边正想坐船回去 又看见了小灰的尸体 眼睛哥断定,小灰一定是不知道自己死了 才这样追着几言不放的 他大事喊着小灰的名字,给他看尸体 哪只捞上来才发现,眼睛哥拽着的是自己的身体 这时几个人才知道,当时落水后 四个人全部遇难了 小灰引导过眼睛哥看尸体 但眼睛哥没看到自己的尸体就被吓跑了 既然大家都已经死了 那也没必要再害怕了 几个好朋友又能愉快的在一起玩耍了 看来这真的是物以赖卷人以群分 鬼也要野鬼做伴啊 这则小故事来自泰国恐怖片《鬼思虐》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吧 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了动作小手长按点赞支持下雨歌 给我更多前进的动力